华性精力 齡每個PS 封岐 我們是4月2號告誤 bri 4月2號警察來了 4月3號我再找她,她已經去放假了,我問有沒有帶班呢? 沒有。什麼時候回來?不知道。 那麼這個女的嫌疑犯4月6號跑了,那麼4月2號到4月6號她們是明明知道這件事情的,如果說她們在這四天裡邊,四五天裡邊,如果能夠做一點點事情,那麼就可以完全可以避免我們這個這麼多的,這麼大的,這麼大的,這麼大的, 這個麻煩,真的是,我這輩子沒有經歷過,我也不希望再經歷,也不希望任何人,有我這樣的經歷,太多的麻煩了,包括我們在錢財方面,在名譽方面,在時間方面, 各個方面,各個方面,很大的損失。 很大的損失。 到現在皇家期間還有,有六回憶嗎? 什麼都沒做,完全是零,對我們的幫助。 我先去找她。 我先去找她,她們就是說,一個是不急的事,因為沒死人。 現在? 她們是在開始的時候。 然後呢,就是說,她們太忙了,她們沒時間。 她們有的案子都七年了,你等著吧。 你剛剛講的,每一筆提款都七十萬八十萬,可以再講一下嗎? 她們的筆記者,她們是在中文廠的賬號。 前是原來在我的CNBC的信託賬號上。 然後呢,這個就做著chat,然後就到了這個,就是,也到了這個簽名。 到了潘倩的賬號上,這個女的賬號上,在BIMO。 在BIMO呢,她們就是幾乎是當天吧,就開出來本票,存到了她的賬場的賬場。 那麼賬場的賬場,她們又取了現金,和買了這個賬物,籌碼。 而且每一筆都非常的大,七十萬八十萬,都這樣子的數字。 而且每天。 後來賬場說這是合法的。 賬場說只要你用的是Bandruff,如果存到她們那邊去的話, 那麼基本上是你要多少現金,買多少賬房,她都給她。 所以賬場不會差這些? 不差。 最近上很多,就是我們一直,您也看了報告,在講這個賬場洗錢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通過您的案子,也許別人的這個受害案,希望這個部分至少可以重新加強一下。 我們是應該在這方面加強一下。 否則的話,我們犯罪率會越來越高。 我們的受害人會越來越多。 這個犯罪分子會越來越猖狂。 因為沒有這個系統來控制他們。 而且呢,即使做了案,也沒有果然。 很容易就跑了,也找不回來。 블�лять石比,您覺得那核電器有多有責任? 群véner先生啊。 由台語,君先生。 對 銀行。 手前的網絡,是偽造這些簽字,然後我問她們的個經理他們說我知道嗎? 他們是做random checks,就是抽查的,抽查的。 他正式答覆你還是口頭的?他沒有正式回復? 沒有任何的回復,也沒有任何的說他要幫忙,他要負責,什麼都沒有。 但是這個後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在public的說了,還有我們會下邊還說的,實在是有點過分。 我正在準備起訴他,我肯定要去訴他。 就是準備起訴了,包括CIPC,跟BIMO。 BIMO那邊也有一些問題,但是主要的問題是CIPC。 就是拿到8萬元,全都在ICBC去拿出來的就是,把CIPC拿出來。 對,我們都是全部的,全是一個銀行出來的。 但是幾張支票嗎?十來張。 十來張。 所以銀行是大明書的,他們也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因為他們反正說是,他們是做那個什麼。 不是每一個銀行都要hold嗎?一張支票要hold,三天到五天嗎? 沒有hold。 所以銀行啊,他怎麼說,為什麼這麼多錢他不hold呢? 也不回貨? 那你一直,你是不是一直在門上漲嗎? 沒有,我還沒有找他們。 是不是因為郭余醫師,你是biscence的看,然後你又沒有credit,根本不一樣的東西比較hold,是這樣嗎? 這是他們說的,他們告訴我們。 其實說,因為我們都是很好的這個客戶,我們private的客戶。 你拉索貝應該通知你啊? 對,也沒有通知。 對。 所以您的賬戶出錢,只需要hold keeper就可以了,不需要您,比如說call的,去拿出錢。 這個事情也是挺有意思的,因為以前我是用的TD, TD呢,基本上都是自我打電話。 但是現在VC是沒有打,因為,也可能是因為我們做的量很大。 我們一年做六億,十億的這樣做一量。 那麼所以呢,他們可能覺得,如果每個都給你打,可能也打不過來了。 然後,他們可能是這種。而且,是比較信任我們這時候。 郭律師,您這個,就是您也,給我看到最近的話,您也說到,對這個犯指數的這個領域上面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您也今天聽到這些,有一些這些媒體的問題上面來說,對您這個犯指數還是多多少少有問題。 還有這個,B-C-Loss Society 這一方面的事情。您對這一方面的反應是怎樣? 是的,我們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尤其在這個名譽上。 那麼,錢財上就不用說了,這個名譽上的損失。 因為我們對這個名譽是非常的重視的。 很多的人都在謠傳呢,就是我們已經倒了。 我們已經這個,摘盤了。 然後,還有的人竟然還說,我也幫著什麼,偷錢洗錢了。 反正,什麼話都有。 就覺得,我也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但是我想,我們的大部分的客戶是好的。 他們,尤其是我的老客戶,他認識我的人。 他就非常信任我。 他就認為,我們郭律師不會騙人,不會偷錢。 他就還是回來用我們。 所以說,這個,所以我為什麼現在生意還非常好? 就是他們的支持。 也包括這些,我們這個理界啦,媒體啦。 這個媒體,他們對我的支持是巨大的。 沒有他們,我沒准在針倒了。 還有,借錢的人。 還有,這個,出去幫我去跟大家說我們現在的這個狀況。 好,幫我拉脫褲的。 真的是,我非常感動。 透過這個案子,尤其是後來的這個司法中國那邊, 其實你自己做的事情非常多, 你會感覺其實不起來, 那他的司法挺適合的。 這怎麼說呢? 其實你有沒有一個覺得就是, 那個王家奇景就是對於有關的, 一些人的主要是和我都找過的一些人、 那些人的一些人的案件。 就是,他絕對就是這是一個, 尤其是一個, 比較裁著一個委屈。 比較騷, 這也是我的一個客戶, 但這都是永遠永遠的支持我。 就是,你有沒有覺得那個王家奇景就是有一種, 比較消極的態度, 就是他對一些有關的, 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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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最愛的。 我们是这样的,是不是旗帜我们这个总裁 他这个道,他一向是这样的 对别的族意也这样吗? 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警察真的还是中国的警察 有点关系的,很多都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自己,中国人不说旗帜,他们没有资格来欺负我 我们不能自己套上武器是我们的 我们就这样的 然后,你这个歌声来打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就好 我女士的呐喊 哈哈哈 这是 我女士的呐喊 这是 我女士的呐喊 这是 我女士的呐喊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